所以洪生一到就受到了三阿哥的亲切接待 让洪峰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不过三阿哥也想让洪生赶紧走 虽然分析的结果出来了 但是总得给他时间消化接受啊 哪知道 洪生就像是屁股给粘在板凳上似的 弄得三阿哥不得不强颜欢笑 虽然心里滴的血已经够接一大盆的了 而洪轩和安安则去了九阿哥府 一来九阿哥呢需要安慰 二来也担心洪章他们再挨板子 洪轩和安安赶到的时候 九阿哥府里静悄悄的 一点动静都没有 安静得太异常了 弄得洪轩和安安心里都七上八下的 赶到正庭一看 九阿哥坐在上围 脸上是悲怒难辨啊 九父亲站在下手 不住地擦眼睛 洪正领头带着四个小阿哥跪在地上 全都搭了着脑袋 洪轩心想 这洪正你干嘛低着头啊 这可不是你分担罪过的时候 得赶紧劝呢 因为洪正不给力 所以洪轩和安安对望了一眼 也给九阿哥跪下了 洪轩说道 九伯 弟弟们也是出于无奈 您哪就别怪他们了 说来这些事也该我和洪生他们去办的 九伯 您就当是我们说错了话 要罚就罚我们吧 安安说 九伯 光说吉祥的话 还真的说不了多久 您哪就体谅一二吧 九阿哥悲催地说道 你们两个起来 别理这群狗崽子 有这么说自家阿玛的吗 如今爷呀比后爹还要后爹 洪轩和安安自然是没有起来 依旧跪着 因为不知道洪章他们 具体是怎么污蔑九阿哥的 所以也不好从这个方面下手进行宽慰 只好转了个话题 洪轩问道 九伯 黄魔法怎么说的 听洪轩提起了康熙 九阿哥立刻就觉得两脚生疼 打起了炮啊 回家又没有脱靴子 九阿哥重重地叹了口气 说道 你们都起了吧 大伙这才全都站了起来 安安立刻走到了九伯进的身边 拉住了九伯进的胳膊 以示安慰 九阿哥看着洪轩说道 你来得正好 帮爷想想 这事该怎么了 你黄马法那儿 怕是不好交代啊 于是乎 大家便知道了 九阿哥在紫禁城 很是断裂了一回脚力 安安当即关心地说道 九伯 需要泡泡脚不 那贴心劲儿啊 让九阿哥都后悔 为什么不让四哥哥和五哥哥 一起来正厅呢 不过 转眼又一想 若是自己的闺女 不问这话呢 算了吧 还是留个念想吧 至少啊 还可以认为 自己也是有闺女疼的 于是九阿哥在轻言细语地告诉安安 不必以后 方追问洪轩 依照洪轩对康熙的了解 康熙到底是什么意思 洪轩也没想明白 康熙每做一件事 那可都是有深意的 于是九阿哥全家就开始想了 这康熙到底是要怎么一个结果啊 洪章他们很忐忑 也很沮丧 毕竟子不言复之过 他们若是被怪以不孝的罪名 那以后可怎么混呢 本来冲着爵位和庄子去的 得 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说 自己全家的名声全都给毁了 九阿哥也很郁闷啊 不管承认不承认 自己的名声肯定得臭大街了 所以如今的当务之急 是怎么将孩子们给摘出去 看着一脸沮丧的四个小儿子 九阿哥郁闷地想着 若是洪轩他们 肯定不会闹出这等鸟事来 哎呀 想到这儿九阿哥才想起来 怎么没见到三胞胎呢 别问 红利他们呢 当听说红利他们又自告奋勇地 在继续执行任务后 九阿哥有些虚脱地问他 哎 洪神和洪峰也不担心 可是红利会不会说错什么呀 九阿哥认为 若老师今晚也坏了名声 那自己可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了 红轩笑道 哦 应该不会的 在三伯那儿 一下午都是在他那儿 没说错什么 银子倒拿了不少 九阿哥更加的郁闷了 差距啊 但差距再大 红张他们也是自己的儿子 所以九阿哥便说道 红轩 好好的帮演想想 怎样才能够 让这几个蠢货 有心无险呢 红张他们 听得那叫一个激动啊 原来 在阿玛的眼里 自己还是值得被保护的 瞧着 红张他们感动的模样 这九阿哥更气了 虎毒还不食子呢 难道自己 还比不过老虎啊 而老师此时 也很是郁闷 按说宫门下锁了 康熙给个手指就行了 可是谁知道呢 康熙压根就不管 太紧隔着紧闭的大门 告诉老师 康熙已经自顾自地 吸灯睡觉了 无奈啊 老师只好和侍卫在一起 给康熙站岗放上 这大冷天的 老师是怎么想 怎么觉得气凉 关键是 老师认为自己没有错呀 凭什么就要受冷风吹呢 自愿去寄院找姑娘 那叫嫖客 被逼伺候女人 那叫男计呀 但人家好歹伺候的 也是武则天呢 老师觉得改天抽时间 还得给康熙 好好地念叨念叨 于是便在寒风中 响了一夜的说辞 愣是连个喷嚏都没有打 而奇目阁呢 也是一夜未成眠 怎么一个个的 都没有回家呢 老师就算被康熙留下来 屏竹夜谈 但是孩子们呢 不是说 安安在宫门口晃悠了一下吗 那就是说 是回城了 可是回城后 怎么不回家呢 这到底 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康熙六十年大年初二 一大早 不住打阿倩的老师 听着匆匆杀进攻来的 洪轩的汇报 张大了嘴巴 暗呼 幸亏自己英明啊 洪轩有些着急 所以没有注意到 老师那变幻的表情 尤在给老师 一二三四五地描述着 他和九二个一家 花了一夜功夫 想出来的对策 老师是越听越玄乎了 这嘴是越张越大 连阿倩都没有功夫打了 不明就里的齐木格 还在一旁干着急 不住地问老师 爷 你觉得哪个法子好 见老师没有反应 还抱怨着 你该不会一点都猜不出来吧 你昨儿可是一直跟着花马 花马说过什么高深的话没 你仔细想想啊 洪轩也开始催促着 不一会儿皇子们 可就要鱼贯进宫了 老师见状 才重重地叹了口气 告诉你九波 以不变应万变 洪轩和齐木格对看了一眼 有些拿不准 老师摇了摇头说道 越总算是明白了盛心难测 齐木格和洪轩都是一惊 齐齐地问道 盛心难测 老师没有好气地 瞅了他们一眼 是怎么来的 听爷说完行不行啊 齐木格和洪轩 再一次一同发问 怎么来的 对付聪明的人 就要用简单的法子 对老师的人 就要用复杂的套路 齐木格争了争 爷 你还有一个月才登基呢 现在琢磨这个 是不是早了点啊 九哥那儿 听爷的话 没错 隐隐地还露出了一点 王八之气 于是乎 洪轩便急忙地奔出了宫 在半道上截住了九二哥 说老师建议要按兵不动 九二哥略微地思索了片刻 有点不放心 但又不好搏了老师的面子 毕竟老师 马上就要是皇上了呀 所以九二哥便折中了一下 叫拉着四个儿子的马车 在宫门附近 慢慢地溜达 随时准备进宫请罪 进宫之后 在前进宫的院子里 九二哥冲同样精神 有些萎靡的三二哥 四二哥和八二哥 冷哼了一声 揉了揉自己的兔子眼睛 琢磨着趁康熙还没有露面 是不是去找点浓茶 再灌下去呢 九二哥刚找了个太监 还没有提出要求呢 康熙就叫大伙进屋了 九二哥赶紧大大的打了个哈欠 揉了揉脸颊 震作起精神 跟着大部队走了进去 还别说 康熙呢 还真没有提九二哥的破事 只是对几个红眼睛的二哥 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但并没有关心一二 只当没有瞅见老实时 才将不悦的心情 给淋漓尽致地释放了出来 大声问道 太子呢 九二哥本以为 老实借着地利 应该先进屋 陪康熙吃点早点的 不想原来老实竟然没有来 这心里就埋怨上了 怎么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翘尾巴呢 还好 康熙的话音刚落 就听到老实在门槛处 气喘吁吁地说着 儿臣在 康熙没好气地骂道 今天康熙是你安排的 你不早到不说 还来迟了 成何体统 老实心想 今天来看戏 是案例好不好 怎么成我安排的呢 但是嘴里却说道 红参他们昨儿 去给哥哥们拜年 被哥哥们拉着 说了一夜的话 今儿实在是犯困 没法去上书房 儿子刚去 给他们先生告了假 免得他们胡乱地 抱给黄阿玛 惹黄阿玛生气 老实此话一出 三二哥 四二哥和八二哥 全都冲老实怒目相识 倒打一钉盘 也瞅瞅对象 好不好啊 老实两眼 全都看着康熙去了 完全没有注意到 两边冲着他 杀过来的眼神 康熙哼了一声 哎 离开戏呢 有一段时候 咱们先去上书房看看吧 别因为是大年初二 一个个都磨皮擦痒的 坐不住了 于是乎 大家便跟着康熙 去上书房慰问去了 不过因为康熙 是冲着逮错去的 所以没有叫太监 扯着嗓子喊 一群人悄悄地 在几间教室的门口 掀开了门帘 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这一通观察下来 康熙的脸色 便非常的不好看 因为每间教室里 都有人趴着睡大觉 于是乎 历来重视子孙教育的康熙 便怒了 将一帮皇孙 全都拽到操场上 去训话去了 等大伙全都站齐了 康熙便冷冷地 叫刚才上课 打瞌睡的人出力了 结果 三二个家 四二个家 和八个家的 士林学子 全都站了出来 还有九二个家的红正 倒霉催的红正 今年刚满十五 每天还得上上半天的课 康熙冷冷地问道 昨儿去当贼了 孩子们立马跪了下来 一群孩子中 就洪旺是独子 在家里最受宠 因此胆子 也稍微大了一点 梗着头告诉康熙 洪生呢 昨儿在他家过年 说了一宿的话 自己一晚上都在坐陪 所以便有些犯困 洪旺说的时候 八个还仰起了脸 特意将自己的黑眼圈 展示在清晨的阳光下 有了洪旺的带头 四二个家的洪利 便接着告诉康熙 老十家的洪利 昨天晚上 也在他家折腾了一宿 三二个家 最后告的是 洪峰的状 洪正呢 则没有吭声 康熙仿佛 也没有看到他 只是问道 洪神洪峰 洪利他妈人呢 只听老师说的 慌吗 他们刚回宫 现在怕是 站在枕头上睡觉呢 儿子刚才 特意的过来 给师父们请了假 刚刚儿子 还没来得及 跟您细说呢 老师解释完之后 大伙便等着康熙 冲老师来了个 雷霆怒火呢 九二个则是 百感交集 认为老师这是在用 牺牲自己的方法 来转移康熙的视线 心中那叫一个感动 不想 康熙是发火了 但却不是冲着老师 而是冲着那群 打瞌睡的孩子 合着 你们带着困来上课 朕还该表扬了 你们要是做的笔直 将师父说的话 一字不落地说出来 朕一定会表扬你们的 可是瞧瞧你们 来是来了 却趴在桌上睡大觉 还要不要其他人学了 没有那金刚钻 就别揽着瓷器活 瞧瞧红身他们 人家自己知道 有几斤几两 知道撑不住 所以知道地价条 你看看你们 在干什么 不就是想挣点虚名吗 可真告诉你们 这虚名不是那么好挣的 黄孙们 委屈地 眼泪在眼眶中 打着转 他们也想请假呀 可是 谁给他们搞假条啊 洪生他们回家一说 老师这个 二十四校的阿玛 就急忙地 亲自找先生了 说康熙那儿 他去说 不劳先生打架 要知道 上书房的学生 请假条 可不是说 家长写了就算数的 那是得要证据的 最差的也得附上一张 病例证明 没证明 上书房的先生 是不会接的 抱到康熙那儿 就会明显地视为 无故旷客 见康熙如此赤裸裸的偏心 三个们也给气得够呛 合着使作俑者 回家睡觉是有理由的 受害者挣扎来的应谋 反而还错了不成 老师也觉得 有点刮 没好意思去看 几个哥哥的脸色 九二哥倒是对 康熙祸水东吟 表示赞成 这明明啊 就是在借孩子 敲打老子嘛 至于洪正 九二哥认为 他只是受了一点 牵连而已 无所谓呀 九二哥正高兴着呢 去听康熙说道 洪张他们呢 九二哥一礼 忙说道 太医说他们要 卧病静养些日子 所以声音中带着一丝的紧张 康熙哼了一声 隔壁邻居家都能去 上书房来不得呀 九二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想了想只好说了 那儿子这就叫人去通知他们 然后大伙呢 便都等着康熙发作九二哥 毕竟昨天的事太丢人了 哪知道 康熙再次哼了一声 一扭屁股 便朝着太极殿和长春宫中间的戏台子 走去了 大伙愣了愣 急忙跟上了 只能认为 康熙的脾气 是越发的古怪了 老师悄悄地 走到九二哥的身边 小声安慰着 没事九哥 真的 虽然老师如此说 但是九二哥 还是很忐忑的 不过康熙到了戏园子以后啊 好像真的 立马就忘了先前的不快 再也没有提过 那些令人不高兴的事情 而是兴致盎然地 招呼着那些 早就到了的宗室 和朝中的重臣 气氛很是和谐 九二哥觉得 也许老师真的是对的 因为娱乐活动 所以 所有来看戏的观众 都有座位 不过 因为老师太尊贵了 位置呢 紧挨着康熙 所以 排行老九 顶着个被子闲的九二哥 离着老师老远了 没法接近深度的交流 倒是挨了八个不少的白眼 九二哥虽然怕康熙 但是却不出八个 八个给他的白眼 他更是双倍地还了回去 九二哥心里气呀 明明大事已定 可自己就是磨破了嘴皮子 八个还是要闷着头 撞南墙啊 一般的南墙撞了 也就死心了 可这皇位这堵墙撞了之后 不仅得死心 还得死人呢 哎 得 自己死命地拉巴阿哥吧 他不仅不领情 还煽风点火地 在一旁闹自己的笑话 九二哥正在这儿 为自己布置呢 却见一个小太监跑了过来 凑到他的耳边 轻声地说 康熙有情 这下九二哥娘了 搭了着脑袋 一步一步地挪到了 康熙的身边 傅身说道 黄毛 您寻儿子 康熙呢 继续盯着那些 咿咿呀呀唱得热闹的舞台 头也没回 说道 你说 这是办你 还是办轰张他们 还是将你们一起办了